歡迎收看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郭靖淳 來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預告 下週好運的運勢 好的 我們一起來關心 9月5號到11號的運勢了 今天真是令人傷感的一天 是嗎 我覺得今天真是令我開心 一整年的一天 是嗎 我就不喜歡 看到年輕的 我覺得這是我主持這個節目以來 最大的福利 一次來五個帥哥 感覺上說是就是主持人有福利 就是這種感覺對不對 而且這個陣容一致排開 我很想很躺在他們身上 好 OK 好 來 我們準備好了 現場的歌迷朋友 好 首先第一位歡迎我們的班傑 班傑 這裡是不會洗哈囉的嗎 有啦 這樣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少俠 好帥喔 好 來 第三位歡迎我們的 胡宇威 第四位歡迎我們的博焱 大家好 大家好 博焱 來 把握最後一次機會 把自己的內在能量要發揮出來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 思維洪正 這就是傳說中的五虎將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五虎將 好 接下來到哪裡 不是 歡迎老師們 好 歡迎老師們 來 首先歡迎薇薇老師 接下來歡迎黃曉甫老師 老師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黃子榮老師 好 來… 真的 目前時下最紅 最流行 最新的少男團體五虎將 對 對 這個團體是從這個 終極三國裡面 就是 整個就是搭配出來的 真的 拍了新戲 你們的新戲叫什麼 終極三國 而且出了寫真集了喔 是喔 今天就是來宣傳一下寫真集對不對 對 是… 好… 其實這一次的寫真集我們 可不可以借我們拿一下 當然是送你們 送你們 好… 謝謝… 是 好棒喔 也就是如果很喜歡很喜歡 五虎將的這些 歌迷戲迷朋友的人 就可以增長對不對 真的 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有看到寫真嗎 有 有 會看到我們母將私底下 寫血腥 寫血腥 裡面有一個部分是 有一些劇照 對 對… 劇照 那個最好看 然後就是會有 我們私底下的那個 感覺 私底下什麼感覺 就是 就不一樣 比較私底下的狀態 就是跟戲上 大家看到我們每個人演的角色 是不一樣 可能可以比較看出來 我們的兄弟情 我們的互動 誰跟誰是八點 對 這個作點問了 對 有沒有 要看了才知道 但是就是若隱若現 若隱若現 你們五個人 總共是應該有十五點 那幾點 十五點 這裡面可以看到幾點 應該有 有十點吧 若隱若現的十點 寫真奇 然後還有心細五虎將 聽說這個有超高收視率 對 有沒有很開心 中級三國 中級三國 你們在戲裡面各演什麼角色 來 從班傑作介紹 我是演趙遠 趙遠 對 然後我是演馬超 馬超 我演的是關羽 招財的 是 武財神 武財神 對 我演的是張飛 我演的是黃忠 而且其實你們 你知道就是說你們會 這麼短時間聚集很多的粉絲 尤其喜歡你們的女生很多 是因為他們在戲裡面 都有穿制服 都有穿制服 你知道就是說 不只你們男生會迷那種 制服美少女 其實我們對於那種 制服美少男 也是充滿瞎想 那是要穿什麼制服 是穿消防隊制服 還是穿什麼制服 沒有 因為我們在裡面有一個 是就是東漢書院 然後我們穿的是學校的制服 對 都很好看 然後每個人的制服都有不一樣 有的長的 有的是比較寬 然後上面我的是有香鑽的 然後它的是就是比較 制服還可以相賺 因為角色設定 我家最有錢 我家有遊艇 我家有汽車 我家無限多的房子 真的喔 還有建設公司 一大堆有人沒有 那演這個角色有沒有很過癮 就是演家也超有錢的 就是田敲仔 田敲仔 對 田敲仔 那其他幾個角色呢 班傑你們 你的角色是 很重的 我的角色應該算是 就是待在東漢書院最久的學生 然後他們都是新來的 然後 因為你是留級的 對 所以一開始 其實我對他們是有一點底力 這樣子 然後後來變成 沒有 真的啊 他聽不懂 後來變成朋友 他不知道留級是什麼意思 啊 留級就是一直沒有辦法畢業 就是學校不讓你畢業 就一直留下來 應該是說他們是轉學生嘛 然後我本身就是東漢書院 而且班傑的 我記得我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你應該塞了不少錢 給公司或導演 怎麼講 因為他的每一個鏡頭 就是一直強調他那個 會很殺很迷人的眼神 就是我的女生 只要視線跟他對到 全部暈倒… 是喔 對 所以他眼神很迷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要邵翔的特色是嗎 邵翔也是 在戲裡面嘛 馬超在戲裡面的設定是一個 很天真 然後很開朗 然後很單純的一個少年 這樣 對 OK 那雨薇呢 雨薇我們什麼 雨薇就很專情 就… 專情 然後就是很重視友情 又就是… 就是很… 正義的一個人 很滿固執的 就是說這樣 說到最後做到這個規矩 很有規矩性的一個角色 是 那來自日本的四圍洪正呢 我是演一個孤兒 然後他很喜歡放人間去損人 很喜歡… 很喜歡追一些黑影 黑影 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是我要去追這樣 追黑影 追黑影 看到黑影你就要追 追黑影 就比如說有敵人來了 感覺上 就說你的父親是 就屬於靈界的老師 就是父親老師之類的 為什麼會叫四圍洪正 因為… 他本來是捷尼斯的一個團體人 沒有 日本的偶像團體 我是姓羅 所以四圍是羅 猜出來的字嗎 對… 導播給我們 四圍羅 四圍 不然怎麼說 非常的東洋風有沒有 結果是四圍羅 很有親切感 是羅東人嗎 好煩喔 但是這樣還滿有創意的 真的… 他自己本身長得又很像日本人 而且我覺得他的長相超入戲 就是到目前為止 還在戲裡面的風格 還在追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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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追黑影的感覺 真的 好好笑喔 OK 聽說你們 你們每個人在團體中 各司其職 團體是才五個人 是有什麼 有人負責交通部 還有有人負責行政院 是啊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就是團體裡面的角色 比如說我是團長 那他是 等一下 我是有點懷疑 就班傑你都聽得懂 我們問的問題 還是說哪個都聽得懂 還是你都聽得懂 但是你的答案 都是標準的 有一些專有名詞我聽不懂 我可以承認這個點 沒什麼 請你請說 你說台語我聽不懂 不好意思 還接得上喔 所以你是團長 是 然後上翔是副團長 副團長兼總務財政部的 兼總務要管什麼 關起來 因為我們有團費 團費 團費從哪來 從發錢 發錢 就是說通告遲到 或者是講冷笑話 然後要補救救不回來 也要發錢 那遲到要發多少錢 遲到 限時間如果是十分鐘過後 然後半個小時以內是五十塊錢 然後超過半個小時兩百塊 超過半個小時以上一個小時 就是五百塊起跳 那你們目前團費累積到嗎 現在是負債 因為他之前都一直欠團費 對 他大概欠了那一千塊左右 對 你田橋展 你還不趕快付給你家錢 那是戲裡面 那雨薇負責什麼 我負責… 因為不知道我在負責什麼東西 因為都給他們負責走了這樣 重要的是他們團長跟副團長 還有發言人 還有一個發言人 發言人 薄菸負責發言 就是比較正式的就是 比較講一些正常的話是他 然後我就講一些比較好笑 或者是有沒有 就交諸史的部分就由你來 交諸史 你可以這麼說啦 交諸史 不過就是說從五個人開始 你們漸漸是變成一個團體 然後所以又要開始定一些規矩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有一些幫規 有哪些 訪問的時候 然後因為薄菸通常都是發言人 對 他講很多話 然後可以帶動氣氛 可是他有時候講話真是 太冷了 可能開一個玩笑 然後全場都冷場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很尷尬 結果他又要去圓那個尷尬 又講了一個笑話 可是又更冷了 然後我們在旁邊就冒冷汗 然後想說這樣不行 下次再這樣子的話 我們真的是太尷尬 不要該怎麼辦 就是他也算是為了地球暖化 有盡到心力 應該是 所以後來我們就定一個團規 就是說如果你講個笑話 已經很冷了 就趕快道歉就好了 你不要再講一個笑話再語言 這樣的話就要罰錢 所以我們就很愛聽冷笑話 你可以講一個嗎 什麼東西 打什麼東西啊 打什麼東西 很舒服又不會痛 打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 打什麼東西 就打什麼東西 打什麼東西 打什麼東西 打什麼東西很舒服 要很舒服又不會痛 打 我個人覺得你很A 不知道了吧 打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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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又不會痛 真的耶 又不A 是要補救嗎 補救要罰錢的 我先倒好了 我先倒好了